为了禁止病态赌徒进入赌场 政府上次接纳了第一场社委员会的建议 除了病态赌徒自己可以申请禁足令 不能进入赌场之外 病态赌徒的家人也同样可以提出申请 无需经过病态赌徒同意 但现在政府却又反口了 禁足令可能违反人权 但法案同时也规定 21岁或以下人士不能进入赌场 这也可能违反自由工作的权利 对此政府就表示无意更改 不过调生入场年龄的规定 只适用于赌场 好像赛购场 足球投注站等 博彩场所就没有这种限制 另外对于如何禁止博彩从业员 进入赌场赌博 政府认为由于目前没有中央资料库 因此难以实行 澳亚卫视现在的王冠中澳门报道